华夏文明保护者 尊王攘夷 辅佐齐桓公九和诸侯一筐天下 成为春秋五霸之首的法家先驱 管仲 姬姓 管氏 自重 引上人 中国古代著名经济学家 哲学家 政治家 军事家 春秋时期法家代表人物 管仲的父亲管庄是齐国的大夫 后来家道终衰 导致管仲生活很贫困 为了谋生 联合好友报书牙合伙做生意失败 管仲做过当时被视为卑贱行业的商人 游历过许多地方 接触过各式各样的人 见过许多世面 从而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经验 当兵的时候临阵脱逃 几次想当官 但都没有成功 秦熙公33年 公元前698年 秦熙公去世 留下三个儿子 太子朱儿 公子鸠和公子小白 齐熙公死后 太子朱儿继位 视为齐湘公 当时管仲和豹书牙分别辅佐公子鸠和公子小白 齐湘公12年 公元前686年 齐国泪乱 两位逃亡在外的公子 一见时机成熟 都想设法回国以便夺取国君的宝座 鸠庄公知道齐国无军后 万分交集 立刻派兵护送公子鸠回国 后来发现公子小白已经出发先回国 管仲于是决定自行先请 轻率三十成兵车到旅国通道齐国的路上 去拦截公子小白 人马过季末三十余里 正遇见公子小白的大队车马 管仲等公子小白车马走近 就抄起剑来对准射去 一见射中 公子小白应声倒地 管仲以为公子小白已经被自己射死 就率领人马回去 其实公子小白并没有被射中 管仲一见射中了他的同志一带沟上 公子小白集中身至 咬破舌尖装死倒下 经此一经 公子小白与豹书牙更加警惕 飞速向齐国挺进 当他们来到临滋时 由豹书牙先进城里劝说 齐国政卿高士和国士都同意互立公子小白为国君 于是公子小白就进城 顺利地登上军位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齐桓公 齐桓公元年 公元前685年 齐桓公继位后 急需找到有才干的人来辅佐 因此就准备请豹书牙出任齐相 但豹书牙称自己的才能不如管仲 若要使齐国称霸 必须要用管仲为相 管仲与公子鸠一伙认为公子小白已死 就再也没有人与他争夺军位 就不急于赶路 六天后才到齐国 一到齐国 没有想到齐国已经有了新的国君 新君正是公子小白 鲁庄公得知齐国已有新军后 契级败坏 当即派兵进攻齐国 企图武装干涉来夺取军位 后来鲁军大败 公子鸠和管仲随鲁庄公拜逃回往鲁国 齐军乘胜追击 进入鲁国境内 齐桓公未决后患 遣输给鲁庄公 叫鲁庄公杀公子鸠 交出管仲和哨呼 鲁国大夫施伯认为管仲有惊天伟地的大财 应该杀了已决后患 但报书牙用计称齐桓公恨管仲入股 一定要深杀管仲 并且鲁庄公新败 闻齐国大兵压境 早下的心颤胆寒 没有听从施伯的主张 在齐国的压力下杀死了公子鸠 并将管仲和哨呼勤住 准备将二人送还齐桓公发落 以其退兵 管仲清楚这是报书牙的计谋 于是让押运工人快马加鞭赶去齐国 最后平安到了齐国 经报书牙的建议 齐桓公同意选择吉祥日子 以非常隆胸的礼节 亲自去迎接管仲 以此来表示对管仲的重视和信任 在长期交往中 管仲与报书牙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管仲多次对人说过 生我者父母也 知我者报书牙 齐桓公迎接管仲后 一年聊了三天三夜 聚聚投机 摘戒三日 拜管仲为相 并称管仲为重父 齐桓公三年 公元前683年 管仲建议出兵问罪 不准礼法的谭国 谭国本来很小 力量十分微弱 结果很快就被齐国灭掉 齐国没费什么力气 就消灭了谭国 扩大了国土 齐桓公五年 在管仲的建议下 齐国与宋 陈 蔡 正 等国 在齐的北姓会盟 商讨安定宋国之际 隋国也被邀请 但没有参加 管仲为了提高齐国的威望 就出兵把隋国消灭 鲁国本来比较强大 但因接连被齐国打败 又看到诸侯国都服从齐国 不服从齐国的隋 谭二国又被消灭 所以也屈服了齐国 齐桓公六年 公元前680年 鲁 宋 陈 蔡 魏 都先后屈服齐国 谭 隋 两国早已被灭 只有郑国还在泪乱 管仲因此建议齐桓公 出面调解郑国泪乱 以此来提高齐国的地位 加速实现做霸主的目的 建议齐桓公联合宋 魏镇三国 又邀请王氏参加 于山东建成会盟 齐桓公七年 管仲又让齐桓公 以自己的名义 召集宋 陈 魏镇 又再眷会盟 从此 齐桓公成为公任的霸主 齐桓公二十四年 公元前662年 山荣攻打燕国 燕国向齐国求救 齐桓公认为 南面楚国祸害更大 不愿出兵 但管仲认为 当时为患一方的 南有楚国 北有山荣 西有敌 都是中原诸国的祸患 国军想要征伐楚国 必须先进攻山荣 北方安定 才能专心去征伐南方 如今燕国被犯 又求救于我国 举兵率先伐疑 必能得到各国的拥戴 齐桓公身以为然 遂举兵救烟 管仲随军讨伐山荣 救援燕国 一直打到孤主才回师 齐桓公二十六年及二十七年 当时西北方的敌人 也起兵进攻中原 先攻行国 不久 敌人又出兵攻占魏国 为移攻被杀 魏国被灭亡 敌人又追赶魏国百姓 到黄河沿岸 而后敌人再次攻打刑国 作为霸主的齐桓公 当人不能置之不理 在管仲的主持下 派兵救刑国 并帮助魏国复国 齐桓公二十九年 公元前六百五十七年 楚国又出兵镇国 齐桓公与管仲 约诸侯共同救镇抗楚 由于楚国不断攻镇 齐桓公和管仲约 鲁 宋 陈 魏 镇 许 曹 等八国组成联军南下 首先一举消灭蔡国 直指楚国 楚国在大军压境的形势下 派使者屈丸出来谈判 齐桓公管仲通过军事行动 来显示霸主的威风 吓住了楚国 所以与屈丸谈判很顺利 并达成协议 齐桓公同意与楚国结盟 这样南北军事对质就体面的结束了 齐桓公35年 公元前651年 周慧王去世 齐桓公会同各路诸侯国 拥立太子镇为天子 就是周襄王 周襄王继位后 命宰孔赐齐桓公文武座 同宫使大陆以表彰齐公 齐桓公召集各路诸侯大会于魁丘 举行授赐典礼 齐桓公借此机会又重申盟好 定立了新盟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魁丘之盟 齐桓公41年 公元前645年 管仲临死前 齐桓公问他谁可以接替相位 管仲推举了公孙习鹏 继任的公孙习鹏 报书衙两位相国 继续沿用管仲所留下的政治制度 管仲的后代被任命为大夫 世世代代享受福音 后人尊称他为管子 亦为法家先驱 圣人之师 华夏文明保护者 华夏第一相 公元782年 唐建宗三年 李仪使严真卿向唐德宗建议 追封古代名将六十四人 并为他们设庙响殿 当中就包括齐相国管仲 公元1123年 北宋宣和五年 宋氏依照唐代惯例 为古代名将设庙 七十二位名将中 亦包括管仲 并申管仲相 配享于殿上 孔子曾评价道 管仲向桓公 霸诸侯 一筐天下 名道于今 受其赐 微管仲 无其批发左任矣 这不仅赞美了管仲 帮助齐桓公成就霸业 造福百姓 并且打败了外族的山戎和西迪 让华夏大帝 免于被胡人统治